手机化费太贵,如何更换套餐? 我们知道,手机套餐大致由基础月租费用、语音通话费用、短信和彩信费用、数据流量费用、增值服务费用等几个部分组成。 在考虑更换套餐之前,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每个月手机化费主要开支是在哪些方面。 然后对应可以查看自己的手机套餐包含哪些服务,看看自己的需求和这些服务能否匹配得上,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适合的套餐。 举例来说,如果你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有WiFi的环境下上网,对数据流量没有太多的需求,那么可以适当选择流量占比较少的套餐。 更换手机套餐,常见的方法有以下几种。 一、通过运营商的官方网站或手机APP进行更换。 登录账户后可以在套餐变更或套餐购买等选项中找到适合的套餐,然后进行更换。 二、通过运营商的客服电话进行更换。 拨打客服电话后,向客服人员说明需求,由客服人员帮助更换套餐。 三、前往运营商的营业厅进行更换。 根据官方指引,携带相关证件前往营业厅,向工作人员说明需求,由工作人员帮助更换套餐。 注意,不同运营商和不同套餐的更换流程可能会有所不同。 如果你没有把握或者拿不准每个套餐的区别,建议先打电话咨询运营商,让对方提供可靠有效的更换方案。 按住我,带你了解更多实用数码科技小贴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